放入赫amiliar跤逃神奇 被长 끝� Dou Yang 大家好又是我小鸽鱼 之前鲍鱼已经用滚水煮出 大约1分钟不用 40-50秒 dimensions 用牙刷擦乾淨 刷之前是這樣的顏色 刷完之後就這樣 大家看到不同 刷完之後 我們就把材料拆出來 它有一個乾的 有些人會吃 有些人會不吃 健康一點 我們就不吃 輕輕撕進去 刷乾淨 還有一個鮑魚咀 我們也會撕開 我們再扔轉這邊 擦一擦 擦一擦 就可以放上碟 用之前的蒜蓉 剩下蒜蓉就可以蒸 看看蒜蓉的煙 這個就是炸了 焦點 這個就沒那麼焦 這就是半生蒜 之前剩下蒜蓉 之前剩下蒜蓉 剩下蒜蓉 可以在下次煮飯裏面 很簡單 就這樣 這個再刷一刷 你不需要說 大家要刷得很白的 不需要像酒樓一樣 刷得這麼白的 你一定要刷一刷它之後 它就容易刷 不然它會很容易爛 但不要太熟 它太熟 它會太熟 它就會變硬 因為還要再蒸 其實基本上我們是 30秒左右 這樣 視乎鮑魚大小 就是這樣 用手指甲 水晶甲 就可以用匙巾去刷 這麼簡單 就可以撕起它 鮑魚嘴 輕輕刷一下 刷破壞了 刷破壞了 又不夠好看 如果有請客的話 喜歡把鮑魚撕出來 一次過刷都可以 這樣就很乾淨了 這個就好 就完成了 就這麼簡單 今天豬肉魚的地獄廚房就介紹到這裡 我們下集再聊吧 拜拜